中国家长的错觉 一 玩手机 眼睛会响 看电视 眼睛会响 看一宿书 眼睛就没事 妈妈头疼 你气的 妈妈腰疼 你气的 妈妈脖子疼 你气的 妈妈牙疼 你气的 妈妈生气 都是你气的 中国家长的错觉 二 你吃炸鸡 没有营养 他吃炸鸡 没妈自乡 你生气 说你叛逆 他做错事 也全都怪你 永远都别想着 跟妈妈讲道理 因为你永远都 讲不过他 中国家长的错觉 三 胖了 吃零食吃的 瘦了 别人吃零食吃的 早上六点 放到下午三点的水 可以喝 晚上九点 放到早上三点的水 就不能喝了 感冒了 今儿衣服穿少了 头疼 玩手机玩的 肚子疼 玩手机玩的 反正你哪儿不舒服 都是玩手机玩的 要不就是熬夜熬的 还有就是 咸的 还有什么 鸭掌的错觉 长得错觉 吃辣条 致癌 吃麻辣套 致癌 吃方便面 致癌 学校门口的炸串 是耗子肉 学校门口的烧烤摊 是耗子肉 学校门口的火腿肠 是耗子肉 全国所有的外卖 所有毒 中国家长的错觉 辣条 是用塑料做的 果冻 是用鞋底子做的 泡泡糖 是用口袋袋做的 珍珠奶茶的珍珠 是用轮胎做的 臭豆腐 是用凹里给泡出来的 你喜欢吃的东西 都是垃圾食品 你觉得香的东西 都是用的地沟油 妈妈说了 如果用的不是地沟油 怎么会这么香呢 中国家长的恋爱观 小学谈恋爱 早恋 初中谈恋爱 早恋 高中谈恋爱 早恋 大学 你必须给我谈恋爱 人家为什么都有对象 你为什么不能 给我留回来一个 中国家长的错觉 你不可能腰疼 因为小孩没长腰 你不可能有心事 因为小孩没有心事 学习不好 不是好孩子 不爱学习 不是好孩子 好孩子进士了 是看书看的 你进士了 那就是玩手机玩的 别人家的孩子 永远都比你好